那我們可以看到現在確診的數字 那以這一週來看的話 目前還是持平 整體來看 不過我們也發現到在北部的部分已經開始在上升 那 所以其實 跟先前的評估大致上是一樣 那預期在下週開始這個 我們整體也會開始上升 那北部可能上升會更多一點 那所以說剛剛有關於羅副所宣導的這個 我們知道我們的新的確診者 通常都是沒有確診過的 絕大多數 所以那當你快篩陽性了 要做哪些事情 剛剛那個流程圖都有 那包括確診 通報 開藥 這些相關的流程 那麼這邊也拜託各位這個媒體 那幫我們把這個QR Code也宣導一下 那只要少QR Code就有一個一站式的服務 那麼該去 哪些地方可以有這些服務 那這樣子也對民眾來講也比較方便 好 我們今天報告到這邊 有問題可以提出 好 臺四 長官好 想要請教一下 我們下一步的疫情 各地發展的狀況是會是整體的保護力 來決定嗎 上市現在北部的染疫率是超過了20% 不過中南部來看的話 大概都是只有十幾%而已 就能推論說中南部未來的疫情狀況會比較嚴重嗎 還是說只是 時間順序先後的問題而已 之後的染疫率都差不多 另外想問的是說 日本在短短一個月內的死亡 數是暴增了7倍 那我們未來是要怎麼去防範 那也有公衛專家分析說 受到了B.A.5的影響 8月份的中重症跟死亡率都有上升的 情況 我們有看到這樣的現象嗎 謝謝 好 我想你這有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什麼 我想說南北兩邊 那第一個 我想我們哪一邊會比較嚴重 這個不只是說他原先的這個 未感染的人口的百分比這樣子的因素而已 那麼跟 他疫苗的施打 還有就是說人口的稠密度 這個這個接觸是不是都市還是鄉村 這些都有相關的 都有一些相關 那但是 因為其實我們臺灣不大 而且這個交通的連通也很方便 所以大概 以這樣子的差異其實是很小的 應該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差異 那第二個問題是什麼 日本 日本的部分他就是說 因為他其實他的死亡率還是相當低 那只是因為他這一波的確診人數實在太多 所以死亡的絕對值當然會這個快速的增加 但是本身的死亡率其實是並沒有增加的 好 對 那這個當然是指陳教授的那個 就是說我們 很謝謝陳教授他都有一直在關心 或追蹤這個 我們 這個 死亡率或者是我們的重症率 在我們的國內 那麼根據我們自己的 管制中心 EIC這邊 那也都有在觀察 整體看起來目前是沒有這個特別的上升 但是 可能 分年齡層 那這個部分我們會再持續的觀察 那也謝謝他給我們的提醒